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2021中秋预购到7月底 不要错过了 今天为大家测试的是剥皮辣椒香肠 它的本尊就长这样 它颜色稍微深一点 然后闻起来有那个卷春香肠的味道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一般在做香肠料理 我都会退冰之后先水煮 等于我在水煮的这一个过程 就把香肠煮熟了 然后之后再用平底锅煎 是去让它上色就这样 这样才会避免你如果一开始 直接用锅子去煎 很多人常常会煎到太干 太硬太咸 因为你会怕煎不熟 对或者是太焦 所以焦这样的方式给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我的水煮时间大概5分钟 我今天有稍微算了一下 在这个过程已经让它煮熟了 然后捞起来之后 我会把它搓一搓然后再煎 这个搓的动作啊 是让它里面有一些肉汁肉的油稍微流出来 避免等一下也油爆 然后我在煎的时候也不用再加油 我自己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把这个方式教给大家 我们的剥皮辣椒香肠呢 它的猪肉是来自花肉社 然后剥皮辣椒是我们明德食品的剥皮辣椒 这两个去融合的 我觉得很像那个豆腐香肠的味道 我觉得还不错都可以试试看 那还有可以搭这个玉盒包荔枝啤酒 因为它是台湾味的精良啤酒 可以试试看 再来就是郭大哥的看天甜打卡书 这个一定大家都要支持 接着还有来自阿里山的高山红茶 它的茶种是清新乌龙 然后有淡淡的蜜香 这个只有合作舍友 所以也不要错过 好咯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